一九六九年的七月二十號 人類首度登上了月球 而美國阿波羅十一號 高齡八十八歲的太空人 柯林斯在十六號重返了發射基地 為發射升空 藉滿五十週年紀念活動 揭開了序幕 美國阿波羅十一號發射升空 三位太空人阿姆斯壯 愛德林和柯林斯合力寫下歷史 完成人類的一大步 人類第一次也是目前唯一一次 成功登陸月球的任務 十六號屆滿五十年 已經八十八歲的柯林斯 回到佛州發射基地 參加紀念活動 當年的任務分配 是由愛德林和阿姆斯壯 駕駛登月小庭老鷹號登陸月球 柯林斯則守在月球軌道上的母艙 哥倫比亞號待命 他打趣的說 其實自己一個人挺享受的 鏡頭轉到紐約花園市的航空 搖籃博物館 這裡同步舉行紀念活動 由當年負責打造太空艙的 格拉曼公司前員工 擔任解說員 時隔五十年 這中間卻一直沒有人 再度成功踏上月球表面 讓同時代的太空人很感慨 美國阿波羅十一號計畫 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六號執行 七月二十號成功登陸月球 任務指揮官就是史上第一位踏上月球的太空人 阿姆斯壯 他已經在二零一二年以八十二歲的高齡逝世 記者林孝如報導